早安 今天早安偷偷睡 今天大家都很蓄勁帶包 我們8點就出發了 GO 早安 早安 現在時間是8點06分 我們準備要從台中出發 要去嘉義了 那你昨天睡得怎麼樣 超好的 而且泡完湯 睡覺就是特別舒服 那你泡完湯感冒好一點嗎 應該有吧 你看我聲音都可以講了 他的床很好睡 然後廁所也很舒適 還有那個免字馬桶喔 而且我覺得他的早餐東西 超多超豐盛的齁 早餐真的有驚豔到我 超多選擇 我拍了一輪大概要5分鐘 太誇張了吧 就是一個轉角的食物耶 那我們今天呢 會去彰化的一個扇形車庫的地方 那去完之後呢 我們還會去兩個很漂亮的咖啡廳 跟一些小吃跟一些景點 然後今天呢 是我們第一次超過100公里的距離 我們今天大概會騎105公里 好啦 那我們就出發囉 三井奧咧 到了 在後面 距離我們飯店 騎過來大概5分鐘而已 今天早上從台中出發的這段路真不錯 它這邊有一條規劃跟汽車分開來的路線 所以我們就可以安心的在這邊騎腳踏車 一見到彰化就有回家鄉的感覺 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單車環島 然後回到我們的家裡 彰化就是很多稻田 等一下還有很多花 欸 在鄉邊角落的感覺 左右兩邊 不是運河 就是倒鐵 然後我們沿路還可以看得到 霧面花的感覺 對啊 超美的耶 我們現在騎了一個小時19分 剛好10點 扇形車庫這邊開門 這樣的腳踏車呢 可以放在他們的入口的右邊 哇喔 這邊好多火車喔 對啊 這裡很好拍耶 你看扇形車庫 這裡的 啊 他們就在上面拍啊 那邊有個台子 然後這邊就是個扇形車庫 一個扇形的樣子了 看到上面拍比較好看喔 蛤 這麼快啊你們 爬上來我只想說 很累 剛才踩腳踩車 踩人這樣子 還要我爬樓梯 扇形車在那邊看很壯觀 美丁 你看火車就是進來這邊維修 然後維修完之後呢 他就會透過那個轉台 轉到他要去的軌道 然後接下來他就可以出去 下一站我們來到這個 在扇形車站旁邊 附近大概騎車只要三分鐘 距離的這間R3肉園 這間肉園店是我們朋友推薦給我們 他的表皮是用炸的肉園 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今天的第一個伏擊點 你們騎腳都有牌 在等爸玩的同時 這兩個人還去買了手搖杯飲料 我們的這個袋子真的是 這一次旅行最適合帶來的東西 可以放錢包啊 放錢啊 放手機啊 還可以放手搖杯在裡面 第一次吃炸的肉圓 脆脆的 不曉得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吃起來 好燙喔 吃起來跟一般肉圓不一樣 外皮是脆脆的 然後裡面呢有肉 他們裡面的料還有香菇 然後搭配他這個肉圓醬 看來這個肉圓你比較OK喔 可以的 你第一次跟我吃肉圓 然後搶著把筷子拿進去 11點12分 我們現在要出發前往在鐵尾的 沟山咖啡 好 好熱 好熱 快到了 快要到你家了 咬進 對啊 到了我可以帶路的地方了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我已經認識路了 這裡是圓林 對喔 圓林車站在那邊 圓林夜市也在那邊 永靜到了 後面就是陳美文化園 現在12點28分 我們到了這個在鐵尾的沟山咖啡 這一間呢 是最近才新開幕的一間很漂亮的咖啡廳喔 好啊今天中午就在這裡休息啦 阿彈的阿嬤也住在這裡不知 所以他就來這邊等我們啦 好 嘿 我是誰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這樣你不知道啊 這樣 這樣有知道嗎 知道啊 這樣知道齁 我是誰 阿清齁 阿清齁 對啊 我從台北騎來耶 我從台北騎來的 我從台北騎來的 有老嗎 真的 這個給你 謝謝 太好了 謝謝 謝謝表妹 謝謝表妹 不客氣 有沒有覺得這間還蠻適合 當腳踏車友善咖啡廳 對啊 因為就在那個路上 而且他這邊還可以讓你呼吸睡 而且他這邊很多可以停車的地方 那現在中午休息一下 他會真的很好喝 好啦 我們要先走啦 掰掰 Melody去休息了 那我們的下一站 是西螺 我們去那邊看一下西螺大橋 然後去那邊吃碗粿 現在時間是下午2點11分 然後溫度是29度 超熱的 不過還好在騎的時候 會有風吹過來 還蠻涼的 蠻舒服的 到了西螺大橋 但在這邊騎車的話要小心一點 因為車子開的非常快 好 橋就這麼大而已 沒有腳踏車專用道 讓我上車吧 我們等一下要去西螺老街那邊 吃碗粿 那我們先去找位置 好 你們先去排隊 OK 我怕我們還是先到 賣完了 找小巷子過來 超快 他這邊是大家來到西螺老街 都會來吃的碗粿 可是我們現在太晚來了 所以他已經賣完了 我們現在就要去別家 所以下次要吃的話要早一點來喔 這個西螺老街進來之後還有一個文創的市集 對啊 以前都沒有來過 對好像應該是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賣一些老街的文物 然後還有賣粉的跟碗粿 我們現在要去吃那間碗粿 好 那我們碗粿呢 要來吃的是這間西螺阿民婆碗粿 我們晚來肉粽也沒有人 後面那間三角大水餃也是來到這邊很有名的東西 那邊住了很多人耶 但他那邊不是水餃 他其實是水清小 但所以他就比較大顆一點 那我看你應該不喜歡吃對不對 對 那邊要買衛兵 而且剛剛吃過飯碗的 這是我們點的碗粿跟綜合湯 然後碗粿一個是25 綜合湯一個也是25喔 美里我覺得我們這樣的單次環島旅行好棒喔 可以到各縣市吃不同的各縣市小吃 恩真的是美食之旅 都不用去Seven或者是警察局沖水 恩我們都是找小吃補給 對 這樣比較好 這碗粿加辣椒也太好吃了吧 超好吃的 在吃碗粿的同時呢 我們來買這間豆花加昏粿 聽說他們的昏粿很厲害 是自己手做的喔 他們這邊昏粿的特色就是 他是用這個做什麼的 沒有第一 點了這個 昏粿 嗯 昏粿豆花 他們這裡的豆花是加昏粿 加昏粿是他們的特色 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樣子一碗是40塊錢 但他們這邊的特色就是吃昏粿 喔 我看你是已經等不及吃了 明明就在掃蝦一直在吃 掃蝦不能吃的東西 甜食 我們開車比較早到 所以我們就先來到這個 舊辦公司 到南分局舊辦公司在裡面 那這個董南分局呢 就是日式時代所保留下來的 警察建築 有一些咖啡店在裡面 去看看吧 這裡就是分局上市欸 還有一個小圖 以前的警察局 我們其實這條路的右邊 有一排楓梨木超美的 還在想說我們現在來的時候 這個季節會不會卸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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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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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騎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時間是5點02分 我們到了嘉義民修 這條路上面的星巴克 聽說來到這個星巴克 大家都會在那個頂特格那邊拍照 然後拍那邊的話 就可以拍到自己的腳踏車 跟星巴克的樣子 嗨 看到你了 換我騎了 好啦 出發前往我們今天住了飯店 嘉義NICE 那我們從明熊星巴克過去 大概是不到10公里的距離 破百了 第一次破百 紀念一下 好了 我們到了嘉義NICE 酒店了 那我們這次呢 騎的是5個小時 又21分鐘 然後距離呢 是104.86公里 然後這間飯店啊 在中原部這邊 是一個很有名的飯店 其實在嘉義這邊 大家都知道這間 然後他地下室 可以放腳踏車 所以他等一下會把我們 把腳踏車牽下去 哇 你看這裡 就可以看到夜景了耶 對啊 哇這整個視野超好的 還看到房子跟綠綠的耶 一整片 聽說他這邊每一間房間 都可以看得到夜景喔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房間 你看他這裡也是一個天景耶 哇真的 這採光超好的耶 真的 難怪 那只有四周有房間 難怪他說每一間房間 都可以看得到景 嗨姑姑 顧長 你們好 你們好 你們站到這樣 沒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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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沒聲音是我 晚上齁 看要出什麼 我去排林聰明 蛤 他們都要去啊 他們都要去啊 所以他們休息 然後我去排隊啊 喔 我們今天晚上訂的是四人房 來看看他們的房型 這裡有一個衣櫃 這裡有熱水壺跟機器 欸有這個耶 咖啡跟茶包耶 嗯喜歡的 看一下廁所 最在意的廁所 哇有一個浴缸耶 哇這浴缸很大耶 可是樓上有三溫暖 所以我們也會去三溫暖喔 它這個馬桶 能衝到的是分開的 哇這些浴室很大耶 而且讓四人房入住的時候 還是能夠有自己的隱私空間齁 而且如果是跟閨蜜來的話 你一邊在廁所一邊衝到也可以喔 對 就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置物行李的地方 這樣很好 配方很多東西 方便整理行李的時候用 這個床也很大耶 你看這多大 還有一個小沙發 這裡也沒有一封寫 這裡我以為這裡是我睡覺的地方 這床很大耶 哇還可以 有一個陽台走出去耶 哇 景色超棒的 哇很厲害耶 你看 哇這很厲害耶 晚上再來拍一次夜景 妹裡你看 它這個雙人房 還有一個客廳耶 真的耶好大 對啊它這個雙人房大小很大 它是不是跟四人房大小一樣大 還只是變成兩個床鋪啊 嗯 下一等晚上 今天是我姑姑推薦的 小兒文化 今天呢是在文化公園 對面的生草鴨肉羹 然後我剛剛已經有先去林聰明排隊了 在文化路上面的林聰明排隊 超級多人 所以整個牌路都超級多人 嗯 剛才林聰明超誇張 要排三百多號 誇張 所以姑姑說我們就先吃達文化 然後再來看看去吃什麼 吃什麼吃什麼 然後邊吃邊走過去 我的最低人小姑 他把我們煎熬了 對小姑姑剛才說我們吃一點點吃一點點就好 然後結果就點了這麼多 所以你老公要吃的啊 謝謝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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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已經吃不下吃飽了 吃豆花 好 我們繼續 聽說在嘉義吃到的豆花 是用豆漿取代糖水的豆花 對 第一次來嘉義的文化路這邊 剛剛姑姑說文化路這邊啊 到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每一間店都是排得滿滿的 很多人 超多人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想要好好來這邊吃東西的話 真的是姑姑說用平日來吃會比較好 本來要去吃阿爾豆花 然後姑姑說他都吃這一間 這間他也很推薦 所以我們就來這間吧 嗯 這間是叫做姑媽媽豆花 也是在文化路裡面 那我們點了一份綜合的豆花 這樣一份是40塊 然後裡面有藝人啊 有紅豆 綠豆 還有粉圓 跟豆花 跟豆漿 40塊 嗯 好不好吃 一定是好吃的啊 我之前吃過 嗯 喉嚨都好了呢 吃飽了 超級飽 感覺來到文化路這邊 真的是要先二個幾天再來比較適合 對 我覺得你今天騎起來怎麼樣 今天是我們環島第三天 然後是我們的第一次騎超過100公里 然後但我覺得已經有比前面兩天還要適應的感覺 今天感覺 欸 竟然膝蓋沒有痛的感覺 當然就是 腿還是些微的痠 但是騎起來真的是還蠻過癮的 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中午還是太熱了 所以我覺得還沒有騎 對啊 中午真的太熱了 我們都是全部包滿滿的在騎車 對啊 那你今天有喜歡哪幾個景點嗎 我覺得那扇騎車真的很好拍照 很漂亮 氣氛老爺東西也很好吃 然後還有我跟路名區的那個 天斗南 舊吉他 他必須是拍拍照這樣 嗯 我覺得對我來說 今天最棒的就是 我們連路有經過園林 經過三化的時候 然後有見到我的家人 然後到了嘉義這邊呢 還可以接到你的家人 我覺得這樣的旅行 是個很棒的旅行 然後我們今天住的這間 NICE飯店呢 也是很棒的一間飯店 感覺就是很舒服 那我們明天的行程呢 是從嘉義出發 會一路騎到台南 在台南自行動態 最後呢 我們會停在高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啊 明天見啦 掰掰